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XPG有一整区的电竞 以红黑为主要颜色 另一区维刚则是以白色明亮的风格为主 我们马上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XPG的 M.2 Gen3x4的SSD这个部分 这个产品是我们即将弄取的新产品 它的特点就是 它本身上面有RGB的LED 然后呢可以经由Apps 在你的系统上面去控制它的Sync 怎么去亮 OK这个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最新 Launch的一个产品 就是RGB的D-RAM 那这个D60G呢 它目前是领先业界 然后整个发光面积呢 占了整个产品的 大概60%以上 所以它是目前业界 在RGB Lighting的部分 它是整个目前占比是最高的 那它的速度是从3000到4133 OK 然后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是D80 这一款产品我们有获得红点设计 还有USB 还有那个EVE的Design Award 然后还有一个台湾金兵奖 那它的特色就是 它本身有一个 散...呃... 呃... 呃... Liquid Cooling 在这个Trip上面 然后再经由这个散热片 把热导到这里面的散热液体 借由此来散热 然后这个是D41 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个RGB的DRAM的产品 那我们在这里也有跟TUF这个GAMING做年名款 因为它也是继续这个样子 然后后面会有很多人 以上就是我对XPG的记忆体产品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以上 谢谢 大家好 我是XPG的PM Louis 呃... 我将会为大家介绍 2019Compudex的新产品 那这里的话我们有两台新的机壳 呃... 分别都有黑色跟白色 那这台的话是XPG的Battlecruiser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四面玻璃 然后就是让你比较好...呃... 比较好看 让你比较好看到里面的零组件 对 另外的话它... 它原厂就附了就有四颗的ARGB风扇 让你的...呃... 的... 灯光效果非常好 上面有一个...呃... 控制你的我们的ARGB Controller 那你... 去按... 的话它就可以直接换... 更换颜色 不... 并不用透过主机板 但是如果你要透过主机板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里面空间的利用非常的好 可以让你安装很多硬碟 或者是你的零组件 高端的零组件 水冷、散热器 只是都可以的 那这款的话是我们的XPG Invader 那它的话设计是比较简约的 那前面是一个...呃... 一片铁的面板 那旁边是一片的玻璃面板 对 那这的话就是比较简洁一点 所以呃... 灯光效果就没有弄... 呃... 没有弄多的灯光效果 但是一样的 它的...呃... 也有非常优劣的散热... 散热标准 我...我这里...我这里...我这里有一个缝... 那这里的话有我们新发表的电源跟水冷散热器 那我们电源的话这次都是发表... 发表80%的金牌的电源 呃... 它最高的效率可以达到92% 那我们有四个瓦特数 550、650、750跟850 那它的设计是全模组化 那...呃...比较短一点用的是百分之百的日系电容 对 水冷方面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是个...呃... 它是个all-in-one的设计 就有水...水冷头带...呃... 呃...带动水冷排跟...呃...风扇 那它是240...呃... 呃...24公分的水冷排 那有附两个12公分的ARGB风扇 那我们的水冷头跟风扇都是ARGB 那可以透过我们的... 透过主机板去控制 或者是透过我们刚刚机壳上面的控制器 都是可以去控制它的灯光的 好...这里的话是...我们介绍我们新的...呃... 呃...呃...机键盘滑鼠类的产品 那...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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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新的产品 叫XBG Summoner 那这次它是用...呃...全部都是用Cherry轴 我们会有银轴、青轴跟红轴 那另外的话就是有多媒体键 让你比较好去...呃...操控音乐啊...之类等等的 呃...呃... 呃...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新的滑鼠店 叫XBG Battleground XL 那我们的...呃...命名概念的话就是 这个是你...呃...呃...你Battle的地方 所以...对... 然后呃...呃...它的材质的话 我们这次是会用Cordura的材质 它是个防泼水耐防刮的材质 那它的...它的尺寸是非常大 可以容纳你所有的键盘滑鼠或其他的东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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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的...呃... 这次的比较高端的产品 这是我们的呃...呃...XBG Precog 那它这次的话是世界上第一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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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带有双单体的电竞耳机 它有一个静...静电单体 负责高频...高频的音乐 然后一个呃...呃... 呃...动铁单体 而负责中低频的音乐 让你有更广的音域 另外的话它是呃...呃... 它的麦克风是ENC的麦克风 可以让你过滤环境噪音 还有...它的接头有USB Type-C 跟呃...3.5mm的Audio Jack 呃...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你在更多不同的application上可以使用 不管是你的手机啊 或者是电脑 或者是你的Switch 上那个可以使用我们的耳机 对...呃...那另外的话我们呃...呃... 呃...我们有稍微...呃... 呃...一起研发这个...呃...XBG Epic Game 那这个的话就是让你呃... 呃...可以更好的去听声辨位 训练你听声辨位的...的...能力 那我们的耳机上面有一个...呃... 你透过USB有个FPS模式 你调这个模式的话 你可以更好的呃...呃...去听到敌人的...位置 那以上就是XBG跟威刚的摊位 那非常呃...呃...感谢 Interbox 呃...来参观我们的摊位 那也欢迎各位追随跟订阅他们的频道 谢谢 今天很欢迎那个...呃... 来到我们威刚的摊位 那...呃... 呃... 这边就跟... 那个... 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现在... 威刚最新的产品 那这一个是HM800 这是我们的External的... 呃...Hard Drive 那... 这个即将在... 未来的几个月内会...呃... 呃...launch 然后... 最大的容量可以support到8TB 那接下来... 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已经launch的产品 是HD830 那... 它有得到我们的... 红点设计的... 呃... Award 那...这一个产品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呃... 呃...承受3吨的重量 OK 好... 那... 接下来呢... 呃... 会介绍一系列的... 外接式的SSD 那... SSD的... 呃... 存取速度是远快于... 呃...Hard Drive 所以说... 呃... 未来的... External SSD 是一个趋势 那... 今年会是一个... 爆发的点 啊... OK 然后... 呃... 就是SE800 USB3.2 Gen2的... Use Interface 那... 它的速度可以达到... 呃... 1000MBps OK 那... 这一个也是即将会... launch的一个新产品 那...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 SE760 680 还有... SE685 这三个... 这三个产品是... 呃... 正在... 呃... 正在研发当中 然后... 应该也是在... 未来的几个月内... 会... 面试的产品 那... 比较特殊的是... 这边介绍一下... 就是说... 呃... 这个... External SSD... 它的速度可以到... 1000MBps 基本上它里面就是一个... PCIe的架构 那... 在这边... SC680跟685的话... 就是SATA的介面... 那... 金右转接... 啊... 变成... USB3.2 Gen2 OK 那... 那... 这三个之外... 呃...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就是... SD700跟... SD600Q 那... 那... 这两个都是已经... launch的... model 那... SD700的部分... 它主要诉求是... 三防... OK... 防水... 防塵... 还有防震... 那... 那... SD600Q的话... 就是... 呃... 防塵跟... 防...防摔... 这样子... 那... 呃... 基本上我们在... 威刚在... POLOBO SSD的部分... 就是... 做了一个很完整的... 一系列的... 产品规划... 以上... 谢谢... 词... 词... 词...